当地时间16号下午,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。 李强表示,中欧关系在主要大国关系中保持稳定,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习近平主席指出,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,中方运同欧方一道,落实